明星大偵探第5技名場面精彩盤點之相愛相殺 牙齦出氣 我覺得他有理由多一個疑問 但是所有都用證據說話 如果上面沒有血跡的話 我們就不認為他是這個凶器 他兩公斤也不知道有什麼可戀 薩老師你倒是接呀 你如果十八歲的話 你就還有十七年 不是 還有十 還有十五年 好好珍惜這十五年孩子 爸爸會好好珍惜這十五年 寫得最驕傲的感人像 現在突然變成了 開始算誰還有幾年 如果命運無法更改 何不好好珍惜現在 他要如何珍惜現在 是不是應該做他想做的事 對 拜拜 我不攔你了 做你想做的事 但你要知道如果幹掉了我 連你都沒有了 我現在才十八 你如果現在幹掉了我 都等不到你出生 那我就得攔你了爸爸 對 你不要殺爺爺 就做沒啥了 放開我爺爺 而且你要幹掉我 你得問他 所以這件事只能我來 哈哈哈哈 你自己給自己吧 就在這邊都結束了 從圓頭下去了 從圓頭下去了 好快 好快 你去樓 strip 快点啊 快点啊 再往前一步我杀了你 女英雄 女英雄 刀铁宝刀 从我剥的上面 割下去 给我来给我感受一下 来来转一下转一下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义琪 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卫山 我叫卫生对 卫生我就叫卫生一起搞 不是一起搞卫生 卫生一起搞 卫生一起搞 卫生要搞我 我是新时代的保洁员卫生 这是我的同事 一起 一起搞卫生吗 卫生一起搞 卫生一起搞 一起搞卫生啊 一起搞卫生 卫生怎么搞 卫生一起搞卫生 卫生一起搞卫生 按 teaspoon 类钓 点 于是 这 一 哦 那 哇 算命是怎么成为了 走吧 我们一甲人 我们会不会不是亲生父母生的 亲生父母 只能说亲生儿没有说亲生父母 我们会不会不是同个爸妈生的 我特别期望你不是跟我们一甲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的话会把我们家整体智商 智商当不影响是什么太好的事 智商滴滴的也是可以过每一天 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 这个腿长比例不对吧 这腿都到我胸口了 这个你比一比看看 刚好 拿走吧 把你的腿翻回家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这是什么东西 奇怪的人 你也是奇怪的人 我是今天的鬼探长 你是侦探啊 YES 你的助理是谁 你这是造了什么孽 这一期你 怎么了吗 你先听我说 都导住啊 我要跟你介绍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涛涛 他有一首主题歌叫做 海湾涛涛涛呼唐 首先我先跟你介绍一下 我是欧探长 这是我的助理小唐 请问这位活人 请问这位活人 可否让我们进去 还有其他正常的人吗 有人吗 有人吗 如果你非要进来 好 我今天就破例 让您进来吧 小唐 省得您有什么疑问 到时候说我代课不中 咋管家 你来的正好 还有一个人 这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要找这里的佣人 来 跟他谈吧 佣人 对啊 不好意思 我家的管家 有的时候说话 总是这样 搞翻了吧 住哪儿的 你们这里 住的都是什么人 我以为我已经是 本场最浮夸的了 哇 他好美啊 好美啊 这是你妹妹吗 她是我的爱人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 老天要这么惩罚 你是不是开始教你的梦 你的鞋什么 还不配号 我老公让你去撒话那里找一找 一定能找到线索 是关于你弟弟的线索吗 对 他说你弟弟非常想要 撒话家里的一幅画叫高山流水图 我最后一次跟他有联系 就是他说他去撒话家里要找这幅画 然后他就跟我失去了联系 所以他跟我说 你弟弟的失踪一定与撒话 或者是撒话的话有关 所以他给了我画室的地址说 你去找撒话 从这幅画的信息 有可能能找到你弟弟的下落 所以你接近他是为了找弟弟 不是为了友情 我跟你毫无感情 三二三是萨萨的生日 高山流水 桌面是你跟她的活着 密码是她的生日 人有的时候一生都不见得 能有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问题 我跟你毫无感情 毫无感情 毫无感情 好杀人哦这句话 毫无感情 萨萨你的女朋友是为了你的话 你的兄弟是为了你的话 也是为了你的话 你的知音也为了你的话 怪不得你叫 你的名字叫 萧萨萨 这个名字不太合适吧 为什么 因为你叫萧萨 我叫小萨 这样我们走出去粉丝会 萨萨分不清楚 萨萨你放心 绝对分得清楚 你们俩今天穿的车是同款 看起来 完全不一样 也不一样 但就这么说这个名字也不合适 你知道萧是啥意思吗 看谁不舒服就萨萨 你萨萨你是啥意思吗 你萨谁呢 当然我也听过这个服务员的一些江湖传闻 什么 他要脾气急起来不光销车的 他连火车站都销 简称销站 萨萨 这个有点感觉 天一无梦的感觉 好可怕啊 好可怕啊 海牛啊 然后我先是头顶先绿了一下 我先看到了郝章的钱包里面 有我女朋友跟郝章的 在学校时候拍的照片 是不是折起来了 对 我耳边回想起一句话 你们好不好 我不在了 不重要 我好不好不太重要 我杀了 哈哈哈 我心中的 我心中的 啊可痛 最好你不痛 最好你拍的封面被折进去 你会痛 哈哈哈 我心中的